毫无疑问,中国这个战役模式的成功 引来了全世界的关注 引来了绝大多数国家和朋友的 这个尊重和某种意义上佩服 但同时也引来了一些国家,一些媒体 我们中文叫做羡慕,嫉妒,恨 我们是第一时间提出,而且一直在做 就是人的生命高于一切 这和一些国家把商业利益高于一切 形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个就是中国全国上下 重置层层这种伟大的团结精神 这和一些国家里面就是互相之间吵架 互相之间抢劫 我们这一方有难,八方资源 很多国家都做不到 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战役中展示了权力与责任的平衡 权力和义务的平衡 我觉得这个非常宝贵 这和一些国家,一些价值观中强调 个人权力至上 形成鲜明的对比 中国是向全世界提供最多的抗疫物资 抗疫产品和疫苗的国家 我们理念非常清楚 就是人类命运,人类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共同体 我觉得把中国人这些很好的思想 价值观推荐给整个世界 这是中华文明应该对全世界做出的贡献 我真的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 这代表着世界的未来 这次疫情爆发之后 不管我们中国的愿望多么美好 我们与人为善 我们相信别人也是善良的 但我们不得不看到 从疫情一开始 对于中国的整个的疫情防控 西方主流媒体 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对于这种恶毒的这种攻击 我们觉得一定要通过交锋 才能更好的交流 对于这个恶意的攻击 所以我们该迎头痛起 一定要迎头痛起 当然该客客气气也客客气气 十字九十 对于这个恶毒的尽量 screwed于这个恶毒的尽量 所以我们收拾下来